民间有些有趣的风俗和习惯,特别是关于五个属相要躲春,记得要吃三样东西,不做三件事,大家都很在意这些。 今年立春有点特别,它在2023年的腊月25,也就是春节之前,这就意味着2024年是无春年,在农历里没有立春节气。 所谓躲春,就是只在立春这一天,某些属相的人要尽量避免与外界的冲突,以求得一年的平安顺利。 那么,2024年龙年立春时,哪五个属相需要躲春呢?根据农历的推算,这五个属相分别是龙、狗、兔、牛、河马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?这还得从古代的阴阳五行说起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九窝谈国学。 在古代,人们认为天地万物都有五行,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、构成,而人的属相也与五行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立春这一天是天地之气交汇的时刻,也是五行之气最为混乱的时候。 因此,某些属相的人就容易受到五行之气的冲击,导致一年的运势不佳。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,人们就选择了躲春。 当然,躲春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。 躲在家里不出门,其实,躲春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,提醒人们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要谨慎行事,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麻烦。 除了躲春,龙年立春还有三吃三不做的说法,下面我们就来一一了解。 三不吃 第一吃是吃春饼。 春饼是北方地区立春时的传统食物,寓意着咬春,意味着迎接春天的到来。 春饼薄如蝉翼,卷上各种蔬菜和肉类,一口咬下去,满嘴流香,让人感受到春天的气息。 第二吃是吃春酒。 韭菜有起羊草之称。 立春时节吃韭菜,可以助羊生发,符合中医春夏养羊的理念。 第三吃是吃春羊。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,各种植物都发出了嫩芽。 这些嫩芽不仅味道鲜美,而且营养丰富,是立春时节不可多得的美味。 三不做 不动怒 立春时节,甘气旺盛,容易导致情绪波动。 因此,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,避免动怒伤肝。 正如古人所言,怒伤肝,喜伤心,撕伤脾,忧伤肺,恐伤肾,保持心情平和,是养生的关键。 不贪睡 春天是生发的季节,人体也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。 早睡早起,不要贪睡。 贪睡不仅会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,还会导致精神不振,影响一天的工作和生活。 不脱衣 立春虽然意味着春天的到来,但气温还没有完全回升,早晚温差仍然较大。 因此,我们不能急于脱去厚衣服,以免感冒生病,正如农宴所说,春午秋冬,不生杂病。 朵春的传统与阴阳五行的纠葛。 朵春这一传统说法,源自古代对阴阳五行理论的信仰,在这个独特的时刻,即立春这一天,天地之气交汇,五行之气最为混乱。 于是,属相围龙、狗、兔、牛和马的人,被认为需要躲避春天的冲突,以迎来一年的平安顺遂。 这种说法,或许看似神秘,实则承载着古人对阴阳五行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。 通过躲春,人们试图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保持身体的平衡,顺应自然的规律。 吴春年的意味与启示。 吴春年究竟寓意着什么? 这个看似无常的时间错位,是否在微妙中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? 或许,吴春年正是一个意外的提醒,让我们更加关注生活中的细微变化。 吴春虽已是,但我们或许从这个独特年份里学到了,生活并非发生在自然之外,而是与自然息息相关。 在这个吴春年的背后,我们或许能够领悟到,与其试图躲避自然的变化,不如学会与之相容、相舞。 属相与阴阳五行的玄妙关系 追溯属相与阴阳五行的源头,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古老而玄妙的纠葛。 古人以五行理论解读天地万物,而属相则被赋予了特殊的能量,在吴春这个五行之气混沌的时刻,特定属相的人因为更容易受到影响,因此被认为需要躲春以平衡身体的阴阳之气。 这种深刻的信仰,或许早已根植于人们的潜意识中,成为连接古今的一种文化纽带。 属相不再只是时间的代名词,而是一个承载着文化与智慧的符号,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之道。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沉淀的智慧,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找到生根发芽的土壤,在这个追求速度和科技的时代,我们或许需要更加审慎地对待传统文化,将吴春年、朵春,以及三吃三不做等传统概念融入现代生活,或许是一种对过去的致敬,也是对未来的展望。 在这融合之道中,我们或许能够发现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对立的,而是相辅相成,为我们的生活注入更多丰富的内涵。 春天的新篇章 追溯了吴春年之中的种种传统,我们仿佛置身于时间的隧道,感受到古老文化在当代的微妙回响,而这些传统习俗不仅是历史的瑰宝,更是通往心灵深处的一山闪隐秘之门。 在这个特殊的年份,我们或许可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吴春年的到来,或许,在这样的一年,我们可以打破传统的束缚,并起一切不必要的忧虑。 如同立春时大地迎接春风,摇曳生姿,五个要躲春,三吃三不做虽然看似古老,但其中蕴含的哲理,却时刻能够指引我们,何尝不在此时对自己说,不动怒,不贪睡,不脱衣,以维护内心的宁静与健康。 而躲春的背后,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,是一种谨慎形式的提醒,或许在这个吴春年,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这一传统,让它不再仅是避讳,而是一种对生活的深刻理解。 如何躲春,保健与预防? 那么,究竟如何在立春这一天,巧妙地躲春呢? 我们要记住,中午十二点之后,最好不要外出,因为正午十分时温度开始下降的时候,稍不留神就可能感冒, 尤其是对于那些抵抗力较弱的朋友,更要格外小心。 此外,在立春这天,我们还可以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,大家无论贫富,都可以尝试多食用一些蒸野菜。 野菜中富含各种维生素和水分,是良好的营养来源,在冬季多摄取这类食物,有助于提高身体的抵抗力,减少生病的机会。 当我们深入了解2024年龙年立春的传统习俗,五个属相要躲春与三吃三不做不仅仅是一种古老的智慧。 它们更像是一面镜子,映照出我们与自然的和谐关系,以及对生活的美好愿景。 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,这些传统习俗提醒我们要尊重自然规律,注重身心健康,同时以乐观的心态迎接每一个新的开始。 龙年立春之际,让我们怀揣着对传统文化的敬意,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迎接新的一年,愿我们都能像春天一样充满生机与活力,在龙年的征程中勇往直前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与辉煌。 踏入春天的门槛,新的一年充满了奇遇和期待。 我们从独特的年份走来,迎接着立春的阳光,在这个春天的门槛上,我们感受到了传统的温度,也听到了岁月的悠扬,无论是三人要躲春的传统说法,还是在立春这天的各种预防措施,都是对新年的一份祝愿,让我们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,迎接温馨而神秘的2024年。 愿这个春天带给我们丰收与欢笑,让我们共同走进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一年。 站在特殊的立春时刻,我们仿佛穿越时光,迎来了一个温馨而充满祝福的新年,这一年的特殊性。 是我们与传统交融的契机,是古老文化与现代生活的交汇,在三人要躲春的传统中,我们或许能感受到时间的幽远,生活的变换,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,或许也存在一些需要躲避的春,是那些让我们感到不安的压力,烦扰,亦或是那些需要我们远离的消极情绪。 在这个立春的时刻,或许我们可以从古老的智慧中汲取力量,以更加宽容,平和的态度面对生活,无论是三人要躲春,还是我们在日常中的困惑与纷扰,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而躲过了春,我们或许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,坚韧的冬日过后,春天终将到来,带给我们温暖和希望。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中,学会躲避那些让我们心烦意乱的春,同时也要学会欣然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变换,愿我们都能在春的温暖中茁壮成长,收获丰硕的果实,愿这个立春的时节,带给我们一个充满希望和美好可能性的开始。 大家有什么看法,可以留在评论区,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,可以点击订阅,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 我们下期见